大家好我是霸海局 嘿嘿 彩虹朋友 之前啊 我玩过彩虹朋友第一代和第二代 不过就在第二代刚出不久的时候 彩虹朋友马上又出了第三代了 不过啦是粉丝座 在第一代的时候啊 我们是坐上了一辆校车 原本是前往游乐场去玩耍的 但是不知道被谁案例里搞破坏 让我们救了一个奇怪的地方 然后在第二代的时候呢 还真的是来到了游乐场 但是并不是去玩耍了 我们要从游乐园里面找到方法逃出去 最后呢是乘坐矿车逃出去了 那么在第二代结束的时候呢 小兰就坐在了王位上 所以今天我们来玩这个彩虹朋友第三代的粉丝座 来看看这个粉丝座究竟长什么样啊 返回学校 我记得彩虹朋友第一代好像就从学校出发的呀 哦 居然还有电话 哦 这什么 那个是彩虹朋友吗 那彩虹朋友怎么这么可怕 哎呦什么情况 就回到学校了 那么多人回到学校了 呦这什么好恶心啊 这是彩虹朋友吗 哎呦 对不起 这都已经开始动了 我还在 我还在过剧情哎 学校青春宫把足球网散落在学校各处 啊 收集网来抓住那个彩虹怪物 呦 正式开始了 哦 这什么啊 有心跳 什么鬼 哎呦 同学们 同学们 小心点 哎呦 哦 我嘻哈 我一跳 这彩虹朋友第三代怎么这么可怕了 我感觉这个游戏开第三人生玩是不是好一点 哎呦 吓我一跳这个人 开第一人生的玩事业 哇 这是彩虹朋友吗 哈哈 这彩虹朋友好恶心啊 哎 他怎么过来了 过来呀 来找我呀 哎哎哎 我觉得两个人是不是可以把可以把它卡住啊 以前以后把它卡住就好了 哦 哦 快跑快跑 这彩虹朋友好可怕呀 哎呀 一眨眼的功夫 已经找到十一张网了 同学们非常给力啊 躲起来了 躲起来干嘛 好那我也躲起来 他会开箱子吗 喂喂 喂 就在门口啊 你还有胆出来啊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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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找到了 什么情况 他在那儿 让我们用补充网抓住他 第三代居然可以抓怪物 什么情况 等一下打boss吗 这什么鬼 抓他抓他能抓吗 这么小的王能抓住这么大的怪物吗 还能转圈 有意思 忍者 瞬移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全欧全欧 加油加油 好一招制敌 哇厉害 哇升天了直接 直接升天了 我们拿下他了 就这么结束了不可能吧 老大你以为你能打败我吗 来看看你喜欢橙色吗 诶 等等彩虹去哪了 他不在了 那个红色也不知道去哪了 失败了 我们抓不到他 让我们试着逃跑吧 啊抓不到就开始跑了是吧 那这一开始就跑不就好了吗 但是我们不能丢下背包 什么意思啊 逃跑你还要再找背包吗 找15个背包 哎我真的服了 你直接走不就好了吗 为什么要背包呢 直接走呀 我搞不懂这什么逻辑啊 好吧不管怎么样找背包吧 但是我觉得场上应该是 多了另一个怪物吗 就那个橙色的 啊 心跳加速 怎么感觉就在附近呢 哎哎 吓吓吓吓吓吓 吓吓吓吓吓吓吓 吓吓吓吓吓吓 吓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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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水晶还挺大的 七个背包了 我又回来了 舞台 这一次我找的东西很多啊 化学教室 还差两个背包了 已经显现了吗 已经有人被抓了 这什么长得真恶心 他就在门口 吓我一跳差一点被他抓住了 还好还好 好险啊 等一下你们怎么还在这个地方 喂不是吧你们这群人全都躲在这 让别人去找东西 我说进度怎么这么慢呢 原来是一群胆小鬼躲在这里 哦这个地方是安全屋 他进不来的 喂你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这里是安全屋 他进不来的 啊 怎么这也行 啊这 这不是安全屋吗 这怎么进来的 卡巴克进来了 太恐怖了吧 这个彩虹朋友 哇塞 这一瞬间损失惨重啊 我先逃命再说了 图书馆 来 好的 还差最后一个 全靠我了呀 不要追过来 不要追过来 最后一个 拿到 不 不我们不能就这么逃跑 我不会再逃跑了 之前说的不是逃跑吗 怎么又不逃跑了 还要打败他 需要用一些东西作为武器 我真的是服了 要收集铅笔 并且击败红色 你之前说要逃跑的 怎么又不逃跑了呀 收集个背包吗 勇气增加了 哦老大谴责了呀 老大自己来了 那说明现在场上有三个怪物吗 这粉丝座怎么这么搞笑啊 现在要收集什么东西 收集武器吗 收集什么武器 哦铅笔 哎哟 找铅笔啊 哎呀 用铅笔当武器吗 看样子他们应该是不会找的了 只能我去找了 找铅笔 啊 怎么在这碰到啊 这里有铅笔吗 没有 舞台上面有一个铅笔 你不要来找我 你不要来找我 嘿我们一起玩吧 很好 说 别乱走 别乱走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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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铅笔还差四根 你们有哪个同学帮忙一起找一下呀 真是的 就我一个人在找吗 怎么两个了 美术教室 没有铅笔啊 篮球场 这里有一根铅笔 快走快走 怎么这么多这里 这也太多了吧 这也太多了吧 赶紧走赶紧走 哇这里有一根铅笔 拿呀拿呀 别进来 哦好了 最后两根铅笔 显形了 在隔壁教室 哎呦赶紧进 赶紧进去 没事没事 还有根铅笔 似乎感觉有点远啊 就在隔壁 糟糕 哎呀 来来来先把他引进来 看看能不能把他引进来 走 好就在这 哎呀 整场的铅笔就是我在找的呀 真是气死了 这又要打boss吗 有红色 我们去攻击他吧 那你的背包呢 背包有什么用 呦呦呦呦呦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哇塞 冲刺啊 这次人多啊 这次人多 揍他揍他揍他 快快快 哈哈 来呀来呀 呦飞天了 哇 第四 什么鬼 这个 什么招式啊 这么可怕 哎 就在这 快快快 在这呢 打他 打他 一击逼命 哎呀 就差一点点 哎呀 我真是的 哎 好吧 再让这个怪物皮一下吧 哇 他也能发激光啊 呵呵 我感觉这个最好玩 来 哦 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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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了 啊 可以了 击败 哦 爆炸了 住手 求你了 对不起 我不会在这邪恶的 我发誓 真的假的啊 嗯 我们得好好想想 啊 双结局 你会宽恕红色 还是击败红色 哼 不原谅 击败你 啊 哈哈哈哈 对不起 红色 把他干掉了吧 为民除害啊 等等 现在我想想 他们的颜色 为什么一直在变化 为什么 他现在只是是故障 这什么反应啊 其他人去哪里呢 我怎么到这了 发生了什么 失忆了吗 哦 一场梦啊 这都是一场梦啊 那这个梦 似乎感觉很真实啊 好吧 虚惊一场 原来都是一场梦 原来彩虹猫 第三代 都是一场梦啊 这不是梦 这是真的 好了 彩虹朋友第三代粉丝座到这里就玩完了 不过这游戏还有另外一个结局啊 选择原谅他 好吧 只能再玩一遍这游戏了 选择另外一个结局 这一次很多人选择了宽束 饶了这个红色 得饶人处且饶人马 原谅红色 我希望红色不会再邪恶 也许那些孩子是对的 也许我不需要那么邪恶的 可是你为什么要邪恶呢 现在改变已经太晚了 你要干嘛 等等 现在我想想 他的颜色为什么一直在变 啊 后面好像都是一样的了 这算什么双结局啊 就多了个文字而已 文字不一样 后面应该还是那个 做梦吧 哎 果然 其实都一样的啊 这什么双结局 哦 我完成了 彩虹朋友第三代 但是是粉丝座啊 哎呀 彩虹朋友第三代 算是玩完了啊 不过是粉丝座啊 我觉得这个粉丝座呢 做起来有点意思啊 氛围做的还是有点可怕的 至少人物的模型 做起来比原版的要可怕 而且还有boss战啊 这个战斗场面 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那等真正的官方出的 彩虹朋友第三代 我们再继续来玩吧 好了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